早上 messed up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 我晶爷许晶 暑假这些时间 当然不能放弃教育 所以我们就趁你放假 特意都讲教育 很差 很离谱的腐把 Vincent 我们说教育的宏观一点的框架 其实是爆些什么元素 大家只想如何教好我们的子女 但是其实教分很多部分 包括新教延传 开启你的老界 还有眼界当然 这些是暑假做的 因为你有机会不用只是取考试 所以我们教育系列 今天就请香港设计学院的副院长 做王长 做王长 做了 做了 因为一提到艺术 在香港好像还在一个卡拉位 有些家长就开了笑 觉得你喜欢什么就什么 有些还停留在怎么找食 这三个字 有些就是说有这些东西 他去升读将来某些方式 会更容易 因为很多人有兴趣建筑设计 各方面 几类家长都有 以前就只是怎么找食 那些比较多 但是老实说 你在现场 你真的接触那些家长和学生 你感觉是怎样 我刚才这个形容 和现实 或者2019年的现实 差了多远 都很重 其实连很多家长都不太理解设计 就是设计学院 就说设计 就可能好像你所说 就是把艺术和设计这件事混乱了 就是设计 我们就会说比较有实用性 就是我们设计每一样东西 其实都有一个用途 艺术就不是艺术 就是修养 一些很高级的东西 但是设计其实很落地 很贴地 就是我们现在周围看到的东西 全部都和设计有关系 是 这个东西 我们坐着的灯 这个东西 穿着的东西 甚至乎这支咪 但是你又说中了这件事 我也经常去 譬如跟家长、学校 讲讲我们的课程 我每次去到 那些人就说 Joe 你讲讲一下 你过一个课程 他们很多时候都误解了 设计就是一个课程 我接着那句话 但是我有23个课程 那究竟你想我讲哪一个呢 我想也都引伸到 其实很多学生 他们想去选计设计的课程 因为最近放榜 那我当然每天就 招呼不少人 就来问 究竟读A好还是讻B好 建筑好还是时装好 但是其实他们都不太理解到 里面其实很多很多不同的范畴 都是我们这些设计的课程 是 所以就经常在做这个 讲解这个动作 明白 那都是我的工作 或者我受那个专业训练 多小童设计 就是无论是 平板设计 拍摄 或者建筑设计 更加多训练 你整个城市的设计 怎样 不敢说 不敢说 你当我是一个爸爸 是不是 我儿子 或者我自己也好 我想去学设计 但是我对他 一个皮毛的认识 也没有 你会怎样跟我说设计的重点 或者设计的关键 我怎样理解 什么是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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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设计 其实就是 我想我会从设计 好像刚才所说 和艺术的分别 来做一个开始 是 设计一定有一个圆灯 有一个圆巾 你是因为有某些东西我想做 是 譬如刚才所说 我要坐 那你就可能做一张椅子 叫做让人去坐 那就有一个设计的原因 那你就试试一些不同的设计方案 有方案有方法 有方法 那当然 我想回来说 就是要去到一个方案 其实有一个方法 所以我经常跟学生说 我不是教你怎么设计椅椅子 是教你一个设计的想法 现在经常都听到 设计思维 一会儿可能有时间再说 自生星期 自生星期 没错了 但是设计我们是用一个方法 而那个方法 就不像人们想 我坐在那里设计 然后设计三个钟之后 突然就设计 就出了一个设计 是永远都不会的 就是佛系是出不了设计的 出不了设计的 所以很多学生有时候问他 你为什么没有东西给我看 那他就在想 那我就永远都跟他说 你看不到你想什么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设计设计 你也很熟 我要画些东西 我要用手 要用手 我们叫做很手 就是一边做一个学的方法 所以我想和中学有点不同 中学大部分的课堂 就是我读书 差不多像我记了一些东西 然后我就去考试的时候 就叫做 就是 写出来 或者我们逐一说 吐出来 之后呢 可能未必记得 但是设计的学 永远都是我学一样东西去应用 应用 应用呢 其实学都怎么应用呢 你是不会不记得的 所以反而是方法更重要 你记得的所有的知识 因为知识永远都会不断的改进 我试一下用另外一个 由横向地突然撒入 因为譬如我读 MBA 我读管理石士的时候 曾经有一篇文章 说得挺好的 你知道有时候管理学 研究一下 如何归类 没错 其中一个他说归类的方法 就是如果你用文理 一直归上去 文科、理科 如何归类上去 理科很多时候 大家想到宇宙的奥秘 就会想起物理 我们也请过嘉宾上来说 黑洞那些东西 那物理的应用呢 其实如果你说跟我们熟悉一点 英国的传统 就是工程系 是吧 就是物理的应用就是工程系 那如果你说文科 那可能是艺术 各式各样的 艺术和经典 旭征经常说经典很重要 所以艺术的应用 艺术的应用就是设计 它意思就是文和理 接着就是物理和艺术 然后物理和艺术 再贴地 贴人的生活 就是工程和设计 设计和工程又相辅相成 跟我们的城市有很密切的关联 我就是这样去理解设计这件事 当然设计现在又再走前了很多 包括我们现在经常说 政制也可以是一个设计 没错 政制也是一个设计 很大 政制也是一个设计 对吧 但是我们先不去说一句 如果我们说 刚才你开了一个 老实说政府也很想 很多公务员学的 是 叫做设计思维 设计思维 其实这种设计是什么 其实我们设计思维 我们也有份 现在开办不同的课程 但其实 首先说设计思维很奇怪 因为我们设计设计 你们都明白了 我们不会有一科 叫设计思维去设计 没有 我设计了这么多年 建筑 我自己是建筑师 尤其是现在 我从事建筑也教了十多年 刚才去设计学院 我从里面看到一科 叫做设计思维 因为是一个应用 反而我和我们 尤其是工商管理的负责人 就是大家争开设计思维的方程 他说现在世界各地 反而是工商管理的 商业学院 就做设计设计学院 因为这样 因为没错 他也不可以这么说 工商管理的思维 但不同 这样吧 当然是这样 找到人来 设计最大 也是一个很大的分解 就是设计不是出于自己 如果说设计思维 大家都知道 他说很重要的 和理心 我想了用家 刚才说 不同的用家 有不同的问题 究竟 坐一张椅子 这张椅子是某个高度 其实只适合某些高度的人 或者身体的肥胖 瘦 那些会坐得舒服的 但我们通常就取了 所谓的平衡和平均 所以大部分人都坐得舒服 但是其实我们出于永远 一个课题 都会出于人 我想设计计 其实很重要 因为很多时候 就先说了概念 你设计计 很多同学都说 我要漂亮 但是 然后问个问题 这个东西怎么用的 我不是在做这个雕塑 我想这件事 要分清楚 所以我们经常 刚才你都问 爸爸怎么回答他的问题 其实不是一个艺术 不是一个 就是说自己 我想做某一件事 而是其实出发点 始终是在用家 社会那里 如果这样想设计 可能爸爸会觉得 他就是妈妈 不就是爸爸 他会觉得 也会多些应用 不是只是说我 躲在那里 自己想想不同的东西 所以我们都会 很鼓励学生 就是有服务的元素 绝对 其实现在都说 很多是说服务设计 其实整个服务商业 都可以设计 就是除了你说的政制 和施政之外 可以去设计之外 所以我想 我想要宏观点看 明白 因为我也很认同 刚才说到 我记得 有些同学都问我 你喜不喜欢 这位大师 那位大师 在《弊》节目 和我们的小环节 我们也介绍过 刚才有的 贝元明先生 没错 他有什么很重要的 在思想上 我觉得他不是一个建筑师 是建筑界的哲学家 他有什么智慧 我们稍后再分享 但刚才 阿Joe 王Sir提到 我认为很重要 譬如我们就是说建筑 先算 第一就是 譬如提到法国 Lacoboucher 譬如他以前有本书 挺有趣的 是一堆数据 就告诉你 究竟一个柜要多阔 一个桌要多阔 我以前读这些 我说 搞错 不是越背这些数字 后来你就会发现 那些数字不重要 因为人有高矮肥秀的 好像我们的巴士 以前那个阔道 坐三棍 现在变两棍 这个是与时并进 但是你的设计 思维 原来从那种数字 就可以反映得到 还有 究竟哪些建筑是艺术 哪些建筑是雕塑 哪些建筑真的是建筑 我们回来可以讨论一下 不是说是这些 根本是有的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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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今天就感謝晶爺許晶博士,找另一位博士 不要客氣,王博士 晶爺不要叫王博士 香港設計學院的副院長,跟我們說到設計思維 我覺得設計思維為什麼要教呢? 或者為什麼很多工商管理 或者現在在做公共行政的人說要考慮呢? 就是因為他們跌入另一種思維很久 走不出來 所以如果用教育的說法 這些是否叫做unlearn的東西 即是讓他原本做的方法 想到的方法就沒有了 再用設計思維去reprogram 就是一種這樣的想法 其實有沒有那麼容易呢? 其實坊間 如果你打設計思維,設計思維去電腦 一彈出來的,數以千計的不同的方法 現在很多了 我想最重要是你要看清楚一個課程的內容 因為學習設計思維 即是可以學習 一定不是一個講課式的一個學習 沒錯,應該是一個做工作坊 工作坊的形式 去真的拿一個項目去做 去邊學邊做 沒有辦法 因為… 通常很多上課的課是很多碰蓮籠牆的 對,很多碰蓮籠牆的 沒錯,都是貼上了照片的 正在用最土炮的形式去貼一張紫細在這裡 沒錯,我就選擇這件事 但我想其實那些都是工具 我想那個想法 第一就是首先放下身段 大家都這麼高這麼大 是可以對那個課題有一個貢獻 我想這件事很重要 第二就是將自己抽離 放回別人的方面去想 因為每個問題背後當然會影響到不同的人 那個人究竟用一件事也好 或者是一個服務或者一個政策 究竟如果我回頭去想的時候 在別人的方向去想什麼 其實說來講去都是同理心 之後就不斷地嘗試 因為我們習慣了做事就是 我有一個目標 我想達到一個目標 我就直接走 我真的去接觸設計思維 我真的那次看網上直播 就是喬布斯 在牛仔褲裡拿他的電話出來 都很幾年前 是的,他就解釋設計思維 不過他是很擅長說書的 沒錯 他就告訴我按多個掣 做什麼 其實你要按多個掣 但是按多個掣 因為要有不同的程式 不同的程式需要不同的界面 那不如你把畫面和界面結合 有時候你需要畫面大一點 有時候你需要那些掣多一點 那沒有畫面轉就可以了 所以智能電話的掣式就是這樣 那我就明白了 設計為本 用家為本 他那次一說完 我就較為理解這件事 但去到許智說要大一點那些東西的時候 那怎樣設計呢 因為我想 當然我不是在評論 在批評不同的宗教 但一開始我們說 其實不是佛系出來的 那原因是什麼呢 其實當年關於禅宗 在他們佛教界不是我 也有一個爭論 就是說 其實是不是真的參禅不能夠頓言的呢 很多佛教人士說不是的 因為佛教的基本精神 其實他好像叫拳譜 雖然不是逆根經洗水經 其實佛經是教你怎樣去修煉的 沒錯 就是練是一個過程 所以我也跟有些家長 包括我小朋友的家長 即是我太太 討論我什麼叫設計思維呢 什麼叫設計呢 我就說 為什麼我們中國人說 練字練字的呢 不說學字學字的呢 其實那個重點在練不在學 其實琴都一樣的 我經常叫女兒 那女兒練琴 有些家長叫學琴 我都不叫學琴 那些叫練琴 老師可以點撥你 但最重要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要沉浸在裡面 你自己練 就是我覺得設計 我自己小有體會也好 或者阿Joe有大有體會也好 大大小小的體會 我覺得其實是 你自己走出來的那條路 就是所謂的 built in 那個東西 而且我覺得其實你講一下這個修練 就是練琴 其實學設計很接近那件事 就是如果大家想著學設計是像 我在課堂讀書 一個老師對著三百個 其實我的上司就是 永遠都問我一個問題 阿Joe你教設計 可不可以好像教工商管理 一個對三百個 為什麼你經常要一個對十百個 沒有可能的 拿著他的手 我說是 那學設計呢 就好像你當作一個運動 教練要不斷看你的動作 重複 來去慢慢修正 其實做設計也是一樣 我看學生的一個功課 你不要忘記 每個學生設計一張椅子 就每個都不同樣的 可能甚至乎一個學生 又拿十個不同的方案 回來和你談 那是在談方案的期間 去有些得著 那些得著 常學生說 我今天講了這件事 你明天再問我 我可能講另一件事 因為其實大家 在過程交流之中 大家都誤到一些東西 不是阿黃老師正負你 所以其實也是很時機 不是…我告訴你 你應該天天跟他講不同的事 為什麼呢 當他找到設計的功 那一刻就是這樣 沒錯 天天跟他講不同的事 當時改你猜百多次 剛才阿周說的 即是我們由設計思維 已經進入到 什麼叫做教設計 這個就不是因為我跟曾sir 和曾俊華的政治見解不同 關係 那我就想說 我就覺得設計 就不是洪拳來的 洪拳呢 你這樣想是曾sir華 你這樣吧 你洪拳就可以一個大操場 三千人跟著曾sir 跟著John就可以連 但是呢 設計其實是詠春來的 要手把手去教 你說那個概念 對 你說你怎麼去熟一套 因為設計就是沒有一套 是沒有一套 所以是需要跟著那個課題 或者其實不同的用家 是 或者不同的 你自己想達到什麼目的 是做那個設計議會 沒錯 那說到目的呢 和剛才Wintern 三分四小提醒我們 我們香港人每個人的心中 不一定有祖國 但一定有老闆在那裡 那剛才上一節我都答應過了 大家提到貝月明 除了IMP 他很多好 masterpieces 很多作品之外 其實他說話不是說很多 雖然我們知道他都有自傳 沒錯 但是他其中一句 我覺得說得很好 他就說什麼呢 就是說 任何一個好的建築作品 他背後一定有一個好的客戶 有一個好的客戶 即是好的老闆 是的 很老闆 他意思是什麼 不是說泵水 而是說你那個建築師 他也說一句 他說建築不是由abstract來的 即不是一個建築師 坐在那裡 天眾英才 天眾英才 然後爆的東西 不是的 你要透過你那個客戶 或者叫委託方 委託方 不斷給一些要求 不斷給一些反思 這樣搓一下搓一下 才搓到一個漂亮的球 其實你說 好像大根詠春 癡手 其實是兩方面 一起去造成那件事 但常常損壞腳 那通常是我 哈哈哈哈 好像是癡手 但我想如果說回 辰明 其實他很多設計 也有少少跟剛才 Vincent說的 文美科的關係 譬如 很多家長問我一個問題 尤其是我在教建築的時候 我的子女 需不需要讀數學很厲害 才可以做到建築 我永遠的答案就是 其實中一的數學就可以了 所以我爸爸也不相信 我中一的數學已經很難了 我說現在根本 學校中學教的數學 去到中三 那根本是太深 隨便學 你剛才說 他講學黑洞 那些 就可能要去到課 其實我想他們問錯問題 不是他讀數不厲害 其實做設計最重要 不要算錯數就行了 其實我覺得 不是對錯問題 而是怎樣去用數學去做理 對 譬如說見了設計 他用的其實圖像很簡單 正方形 基本幾何 圓形 但是怎樣在這麼基本的東西 譬如我只不過很簡單說 我一個立面 我要將一些窗 分開一個個個 我們叫模組 是 其實很簡單 隨數而已 但不是 可能跟背後的結構有關係 跟人體有關係 對 高度 你分開的時候 又可能跟你不同的 變成這麼多不同的範疇 一起去想 來去將加減成除數 來去發揮 對 所以不是 因為這個建築 它不是2D的 沒錯 也不是三圍的 至少 它甚至不是四圍 它不單有時間 還要人在裡面穿梭 沒錯 所以其實可能是五圍 所以有個都是巧合的 因為我沒有資格 跟背大使去比 但是因為他爸爸 和我爸爸 都是中國銀行的 我想沒有一個銀行家 會相信 你這個臭小子 你的數這麼差 做不到銀行 做建築行不行 但你說到剛剛這件事 究竟那條數怎麼計 其實反過來 你看到一些東西 為何會這樣升 你大概知道 那條數怎麼計 就是 譬如你看到香港 為何那些地方 會有平工樓 那你就想一下 因為平封樓的窗 可以這樣排 沒錯 有最多的單位 那些窗是可以向那邊 而那些窗 如果可以向那邊 那就可以 令到我可以每一尺 我就賣得最多 因為我有最多 多少對海的單位也好 或者向南的單位也好 其實這些都是計數 這個都是設計的原因 所謂 但是你講開這個 所謂炒樓 其實現在狀況都是這樣 香港你知道建築 其實在建築學校 就很美學設計的方面 尤其是 很多香港大學 或者 香港大學的老師 其實從外國來 他未必真的有建過高樓大廈的經驗 他就用他建 可能 博物館 那種的經驗 來嘗試 引導那些學生 所以其實很多學生 他讀完大學 尤其是要讀碩士 中學考牌 博士很清楚 其實他出來做事 很多人都很失落 因為做一些很有美感 很有概念 他學在這裏 做在這裏 不過 我又不要贊成這裏 我覺得其實 所謂炒樓 都是有他的學問 其實這個反而我覺得 我們香港 其實這個設計教育 反而缺乏了這個 真的 我這個不是高度來的 我這個是空間 空間 他學就有這個空間 做的空間 反而鐵地才是在這個階段 是的 所以其實他們 雖然我想要熟某些專業的東西 我想其實現在可能設計教育 有兩個很極端的 一邊就走到很專業 很應用性 一邊就走到說美感 甚至乎說哲學 就不是說究竟是否應用 永遠都是指上譚兵 我們所謂 paper architecture 基本上都建不了 但是很多人仍然在學校裏 所以我一看到那些平面圖 很漂亮的那些 我就很害怕 因為我說不用電腦有3D的 你阿sir 我可以想像你建出來是什麼 沒錯 不過老實說 如果你說說到香港 不要說私人留意 就算我們說公屋的變化 是的 其實也有很多數學 甚至哲學在裡面 就是當年希望人與人之間 互與互之間怎樣去交流 這個又要回到 許禎哥城市設計學的範疇 但是留多一集阿sir在這裡 如果是這樣說 好 我們說再宏觀一點的設計教育 阿王sir 留多一集 好 明天繼續聊 會不會吧 OK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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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